配件经典 收藏回忆 欢迎来到Gail Game藏经阁 我是考古Up John 1996年的12月 注定是会被铭记在 Gail Game界的史册上 甚至在我看来那是一个不可复制 宛如梦幻的12月 12月19日 A社的鬼畜王兰斯 以君临天下的戏事席卷而来 这一作品有多震撼 可能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朋友 很难想象 因为当时我们大家都很想看 鬼畜王兰斯的官方小说 但是苦于日文水平不行 北京的J君自己 独立完成汉化 发在BBS上 大家一起来阅读 这位朋友至今在我的QQ里 在中国都有那么多粉丝 还是没汉化的前提下 可以想象在日本火到什么程度 最后成为史上销量最佳HGame 本来年末有这么一个 大作压轴 我们已经觉得很满足了 谁知道刚刚一周 那个头特别铁的艾尔夫 就丢下了这枚核弹 在世界镜头歌唱练曲的少女 Yuno 时至今日 我在几十年后为了写文案 重温这款游戏 仍然毫不费力地杀掉我将近50小时 百分百全通关加三个 if end 自始至终 逐字逐句 我都认真的再体验了一遍 用重温这个词都不太确切 说朝圣可能更准确一点 游戏独有的ADMS系统和整体世界观架构 完全是天作之和 独一无二 只有一个存档 加八个宝玉的硬核操作 让玩家成为了时空旅者 在平行世界里来回穿梭 得到关键道具 解锁谜题 推进线路 除了在序章和异世界片中 采用了传统的剧情推进模式之外 现世片里的ADMS系统的探索乐趣 简直令人着迷 再加上五个女主线路的加持 毫无疑问 现世片我更加喜欢 五个女主的支线故事 人物刻画非常到位 且互相缠绕 错综复杂 而且完全不脱离主线 亚游美线被误解的憋屈 香肢线成年人的勾心斗角 美月线旧情人的愚情未了 神奈线的迷雾重重 零线的望我探索到感情的后继勃发 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知道很多人会来挑 某些女主线路的毛病和不足 但是拜托请注意 那是1996年 这些线路的很多情节 现在看来是不较新鲜 但当时可是标性利益 且带着妖精社那种独一无二的倔强 和制作人尖野扬之的不妥协 尖野扬之在当时我们习惯称他叫做贱乃士 这是个可以一手包办企划剧本系统设计 城市设计的全能人才 当年他的1v1夜行侦探可是大受好评 智田昌仁极其爱才费尽千辛 把他从C-SWARE挖来ELF并委以重任 放手让他开发新作 UNA就是尖野扬之交出的一份经验答卷 以前大家推文字AVG为了少走弯路都是SL大法 结果被尖野扬之用这套自创的ADMS系统 把玩家一个普通的SL行为的感受 在剧情里放大到极致 让自己产生时空跳跃的临场感 简直是天才创意 系统创意那么厉害 故事氛围如何呢 我最喜欢的林献给你答案 在一步步探索冲破困难 发现真相的巨大快感以后 两人被困弟弟胡那一段情话令人动容 林退去了平时的保护色 露出了久违的温柔 配合着那个年代简陋却舒适至极的BGM 连带着屏幕前自己的心也温柔了起来 本作难度极高 对新手并不友好 尤其是原版重制版有所改善 这类解谜推理游戏 比如一作 你只要仔细观察场景 是可以发现线索 然后进行点击的 但本作很多场景完全跟你玩意识流 你根本看不到全屏感觉摸索点击 触发推进剧情条件很苛刻 很多场景 新人非常容易卡关 一幅图点十分钟 手都酸了 还没找到推进点 是尝试 而且UNO的容错率很低 这在于两点 第一因为系统缘故 你只有保育存档 必然导致难度加大 另一点是因为很多场景 比如探索龙藏四家水井 你多探索几下 就被每月叫走了 真正需要触发的剧情 就此错过 在挂钩上第一点 这个难度就成倍增加了 所以本作就显得非常的硬核 在现在这个市场上 肯定属于不讨喜的类型 但是在当年这根本不叫事 有大把玩家愿意花时间来钻研破解 而且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 制作人对自己的信心有多足 我就是男 但你就是爱玩 还欲罢不能 这不是水平 是什么呢 非要说遗憾的话也有 但我不认为是兼野扬之的问题 异世界篇放弃了ADMS系统 显得较为仓促的收尾 我觉得肯定是预算或者工期出了问题 我不敢想象如果异世界篇 也能像现实篇那样完美 Yuno会是个怎样的作品 也许留有一些遗憾才是必然吧 另外有几个伏笔感觉没有回收 我不知道是我的理解问题 还是真的就是悬案 第一 惠离子老师的阿贝尔完全后面没交代 第二 男主的妈妈惠子什么背景 做了哪些也似乎一笔带过 第三 我大概率认为神奈是男主的女儿 但就是没啥证据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些个人困惑 有研究的朋友们可以给我留言指正 综上所述 在世界镜头歌唱练曲的少女Yuno 我给95分 推荐给所有人 所有人 所有人 这游戏你如果不去玩 那你对Gail Game就是门外汉 整个故事的体验过程就像是拼一个巨大的拼图 搜集碎片固然辛苦 但我们仍然会乐此不疲 在拼出一个区域的时候 你就已经欣喜不已 但当集齐所有拼图以后 你会发现 如此高水平系统和剧情的结合 哪怕你是一个没有经历过Gail Game黄金年代的人 也能窥见那个时代的光辉 但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这是兼野杨之在艾尔福唯一一部作品 很快他就离开了艾尔福 原因 众数纷云 无从考证 而且天度英才 本作负责剧本的兼野杨之 和负责音乐的美本龙 都已英年早逝 让人无限惋惜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 大师都是成期来成期走 好的艺术作品也是这样 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那些经典佳作 在那个Gail Game的黄金年代 总是喷勃而出 如果你不亲自动手体验一下这样的游戏 你很难明白我在表达什么 因为我的任何描述在这些封碑一样的作品面前 都是苍白无力的 UNO显然就是其中之一 那样的年代 那样的作品 在现在我们这么一个贫瘠和荒芜的时代面前 显得如此闪耀 且悲凉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不一定要给我三连 但请一定要找到这个游戏 体会它 感受它 它会让你产生错觉 而且那个年代的余温还没有消失殆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友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